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好好把握 可以多去外面走一走 看看花等等都非常合适 未来大概会有几天稳定的天气 原来预期可能礼拜天有一小波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这有点小变动 大概在台湾北边这个地方 可能有机会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稍微略过去 所以有可能影响不是很大 就跟这一波影响没那么大 很像 那下一波影响时间点 应该是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 礼拜四深夜到礼拜五 这一波封面 那后面也有一些东北风也会降温 可能会持续到礼拜天 所以下礼拜五六日 请大家留意一下 有一点天气比较不稳定 会转差的机会 所以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未来其实台湾的风 这两天有一点凉凉的 像还是东北风 但是礼拜六慢慢开始转为偏东风 然后慢慢开始就会东南风 所以礼拜六日 其实在台湾各地的风 你注意一下反差很大 在转的感觉一样 每个地方不一样 那中南部还是要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这种大气条件空气品质都不大好 那未来温度导致一直在回升的格局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 慢慢的在回升当中 不是很快 18 20 23 24 但是其实到了礼拜六 礼拜天其实是蛮舒服的温度 那下礼拜大概 各位有没有看到 北部都可以回到26 27度 甚至到27度的幅度了 那南部还是一样很稳定的天气 请大家好好珍惜 大概是这样20到26 7度 都是很舒适的温度 没有像前一阵子一下子 反而是比较热 虽然前一阵子凉了一点点 但是回来大概都是这样很舒服的温度 请大家好好把握 三月这样的温度是最舒服的 一下子过一阵子 就会跳到30度以上了 那这阵子呢 其实大致上降雨 除了礼拜六有点靠山去有雨之外 然后这个礼拜天改为吹东风 比较多一点点 都有一些短暂雨之外 其实大致上各地都不大容易会下雨 请大家好好珍惜 顶多云量多而已 那另外呢要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南部还是稍微差一点点 今天各地晚上来说的话 都不大会下雨 只有零星啦 只有零星的有一点点 但是大致上都很舒服 那明天呢 中南部要留意一下空气品质 各地呢也不容易会下雨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 所以我们给大家建议 周末稍缓回温展行 下周一二留意